快看,一堆寄生兽已经形成了一个组织 里面没有一个是人类 他们设立了好几个吃人的地点 但还是有瓜皮跑到外面去导致被杀 他们担心的是人类又多了一具样本可以研究 甚至不知道是谁干掉了在外面偷吃的家伙 这是一个女人走了进来 她就是之前心一的老师田工梁子 还给她的队友们带来了心一的消息 他们这才知道原来还有保留大脑和寄生兽共生 男人表示心一是个危险的存在 梁子为了研究寄生兽未来的可能性与发展 心一则是她不可缺失的一个环节 而作为寄生兽的梁子已经把腹中的孩子生了下来 还找了个人类当保姆 但看到孩子哭闹梁子是这么做的 默默 你很严重吗 你很严重 你很严重 明天再来 是 失礼 田工梁子的目的是把孩子养大 拿来做实验研究 而且她还派了个人类侦探 专门跟踪调查心一 她却完全没有发现心一的异常 以为就是个普通高中生 梁子虽然觉得这侦探有点废 但有些事还是只有人类才能办到 第二天心一就被四个混混围住 侦探也趁机拍下这一幕 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四人全部趴下 而这段视频便带到了梁子面前 梁子却一再提醒有没有注意到心一的右手 这侦探也没想起有啥异常 但梁子也意识到心一身上发了什么特殊的变化 躺在床上的心一这时才想起平时的异常 对于自己身边发生的命案 她表现得太平淡了 就是因为太平静了 所以才显得异常 随后心一出门散心 侦探却跟踪在后 心一来到家内被害的地方 这个侦探却一脸懵 掏出相机看着心一自言自语 心一不想失去人性 希望与这份悲伤同在 小悠立马上去打掉侦探的相机 想要杀了侦探灭口 但是心一死死抓住小悠 自己作为人类不愿让小悠杀人 让侦探快跑 小悠瞬间变长 一刀砍中侦探脚跟 小悠脱离心一追了上去 一拳一拐的侦探没跑多远 就被小悠追上 但是小悠现在身体太轻 即便砍中也切不断对方 而且自己不能再跟心一距离拉远了 只能让侦探跑了 她回到心一手上 拉着心一追上去要干掉侦探 而心一死死也不能让小悠去杀人 就这样两人僵持不下 然而拉扯了没一回 小悠突然疲惫又得要睡觉了 后来看着对方相机里的照片 里面全是拍下的心一 对方明显已经跟踪了很久 要是对方是媒体或者警察的话 她俩就完蛋了 一定会被抓去当样本研究 然后心一就变得畏畏缩缩 看到任何人都觉得不对劲 崩溃的心一跑到阳台 没想到这侦探还在门口蹲着 见到心一 就又立马一拳一拐地溜了 心一觉得自己是真回不去了 夜晚 心一约了李美出来 表示有话想跟她说 但李美也有心事想说 她那天推了跟自己去看电影跑去约了加奈 李美觉得心一心里加奈比自己更重要 当然不是这样 心一想告诉李美真相 李美也想知道心一一直以来发生了什么事 心一刚想开口 小悠给她一个提醒 心一只能憋回去说什么事都没有 看着心一这样李美表示根本没法沟通 李美只能失望地转头离去 心一心里也是万般难受 不想这样失去李美 在小悠的威胁下 心一还是没能说出心声 于是李美失望地离开了 动物为什么会牺牲自己保护群体 答案是近年来热门的话题 一种自私自利的基因 动物并没有像人类一样的感情 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遗传良好的基因 当然也有研究表明 有些动物也会保护其他物种 它们也许有着本能以外的东西 而人类现在进行保护动物自然环境 到底是利己还是利他 同学们做好笔记这里要考 心一和李美再一次不欢而散 回到家她告诉了小悠侦探的事 之所以没告诉小悠 是怕小悠杀了侦探 但是小悠现在改变想法 明明知道了小悠的存在 却还在进行跟踪调查 说明对方人手并不足 他决定顺藤摸瓜找出目后者 于是他们找来了唯一的同伴小胖和下巴 小胖听了心意的请求后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表示在不杀掉侦探的前提下抓住他就行 长相你们总该知道吧 你很记得 你很记得 我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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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侦探这边把调查报告交给了梁子查看 他激动地跟梁子说着自己的遭遇 梁子早就知道了这些事 并告诉侦探找个精神病院看看吧 调查也就此停止了 一听到这侦探来劲了 那自己心中的疑惑怎么办 这时他想起梁子之前说过心意的右手有什么 表示梁子一定知道些什么 激动之下还伴了桌脚摔了一跤 梁子看到侦探滑稽的模样 觉得十分可笑 回家的路上都会不由自主地笑出来 你大爷都表示这是骂呀 就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 但一想到侦探那滑稽呀 又开始肆意大笑起来 显得十分猙獰 侦探这边十分不甘 发誓一定要将这件事调查下去 成为毛利小五郎 于是他又开始继续跟踪着心意 但是被早有预谋的心意和小胖抓了个阵子 心意一把控制住侦探 一个绑人 一个开车 妥妥的老手了 侦探在车里吓得手抖 不过心意并不想把他怎么样 两人将他带到没人的地方后 心意把自己和小幼的事 全部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侦探 并希望侦探帮他们保守这个秘密 侦探虽然半信半疑 但是亲眼所见的怪物就在眼前 也只能接受了现实 不过他却直起了则心意 既然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寄生兽 如果真的为全人类着想的话 心意应该站出来 哪怕被当作实验牺牲自己 心意没有反驳 下巴和小幼坐不住了 小幼可不管什么自我牺牲精神 既然人类有生存的权利 那么自己也有 他是绝对不会让心意去当实验材料 如果还想与他们为敌 那么自己随时奉陪 而且心意才是十几岁的高中生而已 怎么看都是个孩子 却经历了丧母 见证了身边人的死亡 而你还要让他去做实验 你还是个人吗 小幼一拨嘴顿过后 怼得侦探无言以对 在小幼的一再推测下 他们知道了幕后主使就是梁子 然而没等心意他们行动 梁子主动打电话给心意 约了心意来到了一所大学见面 此时梁子还在上课 听着教授所说的利他行为 下课后梁子找到了心意 心意说寄生兽的组织到底想干什么 梁子说他们必须设法与人类共存 心意不可置信地看着梁子 之前秀雄也是说过同样的话 可结果呢 梁子却反问人类和家畜不也是共存吗 人类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掩盖了一切 在家畜的眼里 人类就是单方面吃掉他们的怪物 心意觉得也许你的说法没错 但是一想到自己母亲被寄生生物杀害 他就绝对不能饶恕他们的存在 梁子看到心意愤怒表情 再看看手里哭闹的孩子 梁子猜到了心意母亲遇害的事 并开始嘲笑心意的遭遇 心意恨不得把她灭了 梁子却举起自己的孩子 当作挡箭牌慢悠悠地离开 心意想到作为母亲 却把自己的孩子当挡箭牌 梁子的举动彻底激怒了心意 过了好久心意才把这股情绪抑制下去 这时旁边一位算命的老婆婆叫住了心意 表示可以给她算一挂 看了心意的手以后 她直接说出了心意胸上有个洞 心意很惊讶 连忙问到如何才能弥补这个洞口 老婆婆说当你再次遇到那个在你胸口上开洞的人 好好聊聊就能弥补许多 然而 人一旦想要出名 会有怎样的后果 这个侦探知道寄生生物的真相后 非但没有停止调查 想成为名侦探的野心越发强烈 他派了一个小老弟来跟踪梁子 见梁子与男人分开 小老弟按照侦探的指示 去跟踪与梁子同行的男人 这个男人也是寄生兽 与其他寄生兽不同 三目除了常年挂在嘴边的笑容 撩妹也是比在座的各位强多了 三言两语就把妹子迷得不要不要了 走进地下室准备开车 小老弟也跟了上去 却发现了女人的残骸 惊慌失措的他并不知道三目已经在他后面 随后小老弟也个屁了 侦探老哥发现小老弟失去联系 自己一个人又不敢去调查 于是只能找到心意来帮忙 两人来到事发地点 一进入地下车库 欣医就察觉到了有强烈的血腥味 这时小佑告诉欣医 有一名同类带着食物正在接近 为了避免冲突两人躲了起来 侦探老哥拿出相机 准备记录怪物行凶的证据 这时欣医忍不住冲了出去 告诫女人旁边的男人是怪物 赶紧离开他 看着眼前的男人露出真面目 女孩赶紧跑开 不过还是被男人一击干掉了 解决掉女人的寄生兽 随后对欣医展开了攻击 不过欣医凭借着异于常人的身体素质 完美地躲过了全部进攻 把一旁的吃瓜群众侦探老哥看傻眼了 欣医和小佑使出了新的姿势 作为马儿的欣医 刺刺地躲过了高速攻击 而小佑则趁机发现破绽 给予对手致命一击 三下五出二地把对方干趴下了 对方还不死心准备再次进攻 但是强弩之末的他 也不再是小佑的对手 这次小佑直接将同类来了个解牛刀 解决掉怪物后 欣医走到女孩前 自责地表示为什么自己没有早点站出来 这时小佑打断了他 这个地下裤应该是广川设定的用餐地点 现在的所作所为无疑是在向广川宣战 欣医却很淡定 他想要尽量阻止普通人类的牺牲 小佑提醒他战术是不是错了 不是要慢慢发育狗到最后吗 欣医想要用侦探老哥的视频通知警方来调查 然而侦探老哥表示自己不行了 在看到真正的怪物后 深深明白了自己是多么不自量的 面对怪物自己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 销毁了存储卡 侦探老哥表示自己上有老下有小 和欣医不同 自己是个普通人 并且为之前冠冕堂皇地画到了钱 夜里欣医想起老哥的话 确实自己已经不是普通的人类了 要尽自己所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他下定决心要一只一只地干掉他们 哪怕是多救一个人也好 这样也能保护李美 另一边寄生兽组织得知同伴在用餐点被干掉 已经不能做事不管了 梁子表示行吧 留个全尸拿回来用于解剖研究 一次次的事件让组织知道了欣医的战力 这次得派个猛男干掉她 他们决定派出最强寄生兽后腾出马 但是后腾说让三木去吧 自己还没完全适应这副身体 此时的欣医也下定了决心 小悠告诉欣医有同类在接近 有三个人满怀杀意地冲她而来 欣医赶紧先离开学校 一边拉开距离一边想着对策 一打三很明显不是明智的选择 必须要逐一击破 这时小悠却困了要睡四小时 欣医此时只想说句叉叉叉 没办法溜了溜了 欣医只能坐出租车逃跑 拉开距离后欣医下了车 现在只能拖延时间等待小悠醒来 这时身后来了辆出租车 下来的正是三木 欣医看着只有一个人的三木 表情还这么自然 以为不是寄生兽 可三木却直接来了得开门见山 欣医直接立马溜溜球 不知跑出多远距离 路上一辆小货车路过停了下来 表示要不要在欣医称 坐上车的欣医还是非常警惕 差点没把大叔和羞狗当成寄生兽 时间差不多到了四小时 欣医下了车 这时一辆货车飞驰而过 三木从上面跳了下来 不得不说三木有点像傻袍子 欣医立马呼叫小悠 小悠也刚好苏醒过来 苏醒后的小悠发现了异常 三木体内竟然有三只寄生兽 三木试探性地对欣医发动攻击 这个男人体内拥有三只寄生生物 却是个唱跳rapper选手 他迅速用六把刀刃飞快攻击欣医 眼看情况不利 疲于防御的欣医只能先溜溜球 欣医察觉对方一动缓慢 一口气将对方圆圆甩在后面 但一直跑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精疲力尽的欣医坐下和小悠商跑对策 欣医表示弱点会不会是对方的脚 因为腿部应该是唯一没有被寄生的地方 这时唱跳嘻哈选手三木也搭乘顺风车打了上来 双方再次较量了起来 小悠则趁机砍中了三木的腿 然而却完全不起作用 三木趁机向欣医发起进攻 没想到两个刀刃在空中互相交叉到一起 欣医也因此捡回了条小命 小悠似乎发现了破绽 他一边指挥着欣医跑进小树林 一边分析对方的状态 三木的头部从来没有变形过 是因为皮鱼应对自己的双臂和其他不稳 如果大脑不保持圆形就会陷入混乱 只要破坏了对方的大脑便能取得胜利 找到合适的地点欣医停了下来 三木也随即展开了攻击 欣医利用树木进行规避攻击 上下左右 B-E-B Q-W-E-R-D-R 趁对方适应自己走位时来个回手套 现在 小悠却开心不起来 对方并没有倒下 原本在手臂上的寄生兽转移到了头部 三木则蹦蹦跳跳地回到了手臂 小悠现在才察觉出来 这具身体里有五只寄生兽 而能做到是全身统一的 就是有着一面支援的后腾 后腾所展现的战力明显已经不适合三木一个量级 随即后腾向心意展开攻击 在后腾的面前 心意甚至没有还手的余力 而此时树木反而成为了后腾的跳板 后腾一路上穷追猛打 刀刃从心意身体划过 还好没受到致命伤的心意跑出树林向马路奔去 看到一辆货车驶过 小悠使用橡胶果实抓住车尾将心意带到车后 心意刚想松口气 就看到猛男后腾追了上来 后腾趁机扒上车 心意也已经无计可施 小悠则从侧面进入驾驶室 看准对面来车 一把控制方向盘拽向对面车道 来不及反应的后腾直接被货车撞飞了出去 这挂看来也不是那么无敌 心意和小悠借次躲过了一截 有着明刀的后腾可不会现在就隔屁 不过失血过多需要补充血量 刚好可以掐旁边两个外卖 逃过一截的心意躲在小巷子里 小悠表示先去换件衣服这样太显眼 然后再去掐个反 可是心意的钱早就全花在打车上了 好家伙 老手了这事 换了身衣服的心意找了个管子掐饭 突然新闻上报道着侦探老哥妻子女儿遇害的事情 原来寄生兽这边兵分两路 三目去解决心意 而另外两只寄生兽去找侦探老哥灭口 回到家的侦探看到自己的妻子女儿倒在血泊中 生无可恋的他来到了警局 把除了心意以外 所有寄生兽的情报都告诉了警察 现在的侦探老哥犹如形式走肉一般 脑里只想着为妻儿报仇 而这边的寄生兽组织却万万没想到 心意和侦探都活了下来 梁子表示你们太小看人类了 数量庞大的人类可以统一为一个整体 无法繁殖的寄生兽走错一步就会满盘皆输 而童类觉得梁子的发言很危险 必须要尽快铲除这个潜在的危险 当天晚上 三个童类找上了梁子 面对他们毫不掩饰的杀意 梁子没有丝毫惊惶 并表示寄生生物之间拥有不同的个性 对此感到高兴 这让他有些感动 三人以来的话 我认为你能赢得到三人 逃避吧 杀人